美國大陸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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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立法會的表現 大家也看到 有些人選了入立法會之後 他們不是做事 他們是搞局 可以說 雖然是個亂局 他開會的時候 他不是真的去討論政策 他是不斷去攻擊政府 不斷去攻擊特首 拖延那些 將立法會的時間 不斷去消耗 另外 試圖利用香港作為 顛覆國家基地 勾結外國勢力 越來越囂張 最頂峰發展度 就是2019年 在年中 一直到年底 我們不可以不去處理 我們一個就是 立了《國安法》之後 稍穩定了 但我們都要檢討 為甚麼 問題在哪裏呢 我們發覺 選舉的制度 是出現了問題 我們不容許 有些是不愛國 反中聯港的人 通過選舉 進去管治架構 這個是不容許的 民主 這個是一個手段 但是最後 很重要的就是目的 最後達到甚麼目的 甚麼效果呢 我想市民大眾都希望 通過選舉之後 能夠選出一些人 真是為一個兩制做事 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做事 不是說希望找到一些人出來 反中聯港 破壞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想試圖去搞分裂 搞顛覆 勾結外國勢力 這些不是民主的問題 這些是有人試圖 打著民主的旗號 另有政治目的 現在這個做法 反為一個優質的民主 健康的民主 令到我們一國兩制 可以走回正軌 然後一路路發展下去 所以在基本法裡面承諾的東西 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我們經過實踐證明 遇到的困難、問題、危機 我們一定要解決